记者红美秀新竹报道,新竹女中学生林一杰日前参加第16届望红科学奖获得金牌,接着又接获通知确定录取清华大学特殊选材管道的数学器应用数学组,优秀表现让人赞赏,加上口调清楚,未来希望朝助理方面继续研究。 林一杰或望红科学奖金牌是以求其所望猜球期望值的探讨为题,研究目的是在一个装满黑球与白球的箱子里随机抽球,若以直箱中黑白球比例正确预测抽出颜色的几率能相对提高吗? 林一杰的研究题目虽是从传统的猜球问题出发,但利用黑白两色球的猜球期望值建立数学模型,利用高中所学知识进行创新的思考,让他一举获得科学奖金牌相当不简单。 而喜欢数学的林一杰,参加清华大学特殊选材,日前放榜,确定录取第一志愿数学系应用数学组,又能继续研究喜欢的数学。 林一杰说,实在很开心,也觉得很有挑战性。 新竹女中校长吕淑美说,林一杰的专长在数学,对数学总报有热诚及演算精神,能够念其所爱的数学系,未来渴望在数学领域有所成就。 林一杰说,她对数学充满热情,维学数学,就算要面对不太擅长的英文,也愿意挑战阅读原文资料,未来她希望能持续往数学领域深入研究。 林一杰的导师钟婉称也是数学老师,她说,林一杰有数学天分,数理强具好奇心和求知语,喜欢跟同学探究科学,再加上非常努力,勇于发问,能获科学奖金牌且顺利录取数学系,实至名归。